我们今天来朋友家 参加她的baby gender review 今天揭晓性别 你看 接了好多好多 这条都压弯了 德州这几天超热 明天41度 我给她买了一个礼物 stock的这个成长椅 希望她喜欢 开心 我们先来做性别揭晓仪式 然后出去吃饭 很激动啊 可以自己接手 我已经很激动了 没有什么 你跟小姐妹一起怀孕 你现在知道我当时就很激动了 准备掌声和接近 那我们就插了 来 你们猜是儿子女儿 谢谢 女儿 女儿 谢谢女儿 你谢谢 我 我觉得我给屏幕转开 应该是 OK 那我就插了 OK 好 1 2 3 1 2 1 1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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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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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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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好香啊 我们俩的这个 青椒炒肉丝盖饭 真的很像 往下炸个蛋 魷魚 快炸魷魚 魷魚啊 这么大 吃个玉米笋 谢谢 谢谢 真的 火车来了 好可爱啊 以后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的 我自己踢着玩的吧 对啊 这么多 你发财了 多黑的呀 对啊 他刚刚种了一个 100个Ticket 100个是不是变得最小的 都过了火灾 真的戴的是这边的房子 非常有特色 不像我们北边 家家户户差不多 我觉得是富裕都挺没特色 好漂亮 哇 这个白白的教堂好漂亮 这个教堂真的好漂亮 好新啊 你看人家穿的都好正式 你来结婚的 那是结婚的 那边就是海了 大西洋 对啊 今天人好多 我的相机要没电啊 如果从休斯敦出发的邮轮就在这 好大啊 好大啊 带着确实德州这附近 没啥好玩的岛 哇 这个邮轮现在出发了 我做过这个 好酷啊 上面甲板上全是人 早上现在六点半 早上现在六点半 我起来吃早餐 因为我今天要去做团卖 十一点的时候去医院抽血 然后 我现在准备喝五分钟之内喝完 然后我准备了个西瓜 还有点紧张 还有点紧张 但我现在我刚都饿了 有点想吐了 因为我早上那顿早餐是六点四十五吃完的 然后到现在是十点一刻 Hey Google Count down 5 minutes Count down 5 minutes Alright 5 minutes Starting now 喝着呢 喝着呢 挺好喝的呀 就是 没有气的橘子汽水 还有三十秒 还有三分之一 我天哪 你要不要尝一下这个味道 好 你尝一下 给你尝一下 你尝成什么样 挺好喝的 我喝第一口第二口的时候也觉得挺好喝的 你这五分钟之内把这一瓶喝完特别好喝的 偷嗓子特别难受 而且你有空腹 你又不像平时 比如你吃火锅什么的 你吃两口菜喝几口 那我这真的太难受了 我们今天来机场来接我的好朋友 他又又又来修斯多德 他是来开会的 顺便来着我玩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先接他 然后我们先去喝早茶 快消消毒 小同事待久了 这机场把我转赢了快 消消毒 这就是那位又又又又来的朋友 昨天我跟我妈说说 说有朋友来 她说哪个朋友 我说就是去年过年来的那个 我妈说他怎么又来了 我一想到他都来了好几次了 我好像自打你们搬过来 我就一年来了一次 对啊我来总共来了四年 你已经来了第三次了 我来了三次了 他就好好看啊 这小小子 这很日式 嗯 这个像小鲸鱼一样 这个我们好像没点过 你不知道你点啥呀 反正这家是我们在社区吃到 我觉得最好的 看起来还是 看起来还是紧张 可是我好像自己的吃肉 嗯 都好吃 好吃吧 好吃 肠上是他们家 应该是招牌吧 叫黑菌鸭 皮感觉很酥脆 叫什么鸭 黑菌鸭 黑菌鸭 黑菌鸭嘛 对 好吃 肉好嫩皮好腿 这幅画 哈哈 是著名画的 他家MC 什么同学 他里面有两种鸟 一种是这个样子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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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利用了平移对称的形式 它所表达的是这一群鸟 从黑夜 飞向了Sunrise 飞向了黎明 你可以看到 那这呢 这不是黎明吗 黎明黑夜在这呢 它是平移对称的 所以这个平移对称 在这个地方 飞向了黎明 你说的都对 我们中午来小龙看 吃火锅 这里面好看 对啊 装修的就很漂亮 好看好看 还有中国特色 小龙看老虎 对啊就是那种牛油的味道 感觉一下到了四川 等一下回到了国内 今天是不是生意很好嘛 都没来接待我们 喜欢吃辣的 一定要点那个麻辣的牛肉片 它其实一块挺大的 然后裹满了这个辣椒 爽 一口回到四川 再煮一煮吧 这个煮三分钟 那因为它蛮厚蛮大的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刚刚吃的 是吧 你又煮了一分钟 黑毛肚 这边就笋啊什么的 还有必点的油条 可以可以 放点这种的 放点上茶了呀 我下午就要走了 带他来 嗨子这边一家的 拉拉烂的咖啡 超好 我点的是叫Yellow Rose 拉克 然后它这个店 是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巴巴 我超这可爱的小黄车 好 现在是早八点 我现在要去做三小时的讨卖 因为我第一次就没过 超了有20% 不过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所以也就难定的结束了 OB就让我尽快去测三小时的 但我感觉今天大概率也过不了 就准备扎手指吧 我们现在要到医院了 然后刚那个护士还挺好的 因为喝完糖水不能喝水嘛 但他看我感觉要吐了 有点太难受了 他就允许我喝了小小小小一口水 所以就嗓子稍微好瘦 那么一次三小时糖栅的那个水的size 比第一次要小 但是更甜 然后护士看着我三分钟之内喝完 里面是不让拍照啊什么录像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功夫抽一次 然后喝了一瓶糖水 然后现在在这等着 过一个小时再去抽雪 反正这环境还不错啊 就沙发上次了 然后这三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喝水 不能吃东西 但是可以稍微走动啊 或者上厕所都是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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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水平和我挺大的 所以我就吃一半就可以了 剩下那点给我老公 蛋白质 蛋白质 黄豆红豆和阿尔罗达的豆浆 还有最爱的cream cheese 每次都过来一大勺 梅类的水果生糖比较低 吃一点 吃一点 我早上经常血糖 都有点低血糖 吃一点水果 这里面加了两片cheese 所以早上再买这是够的 还有点儿煎骨 还有点儿煎骨 香啊 最后快乐的碳水时间 最后快乐的碳水时间 好不疼 然后这个就是血糖仪 这是就是那个湿纸 看看早上那顿饭血糖是多少 看 这就是那个针头 细的快看不见了 听着声 啪的一声 然后它这个下面也可以调这个 痛度的 就是档位强度 我是五档 我之前是四档 感觉不行 太轻了 每次出血量不够 七十九 这血糖是不是有点低 看来早上那顿早餐是合格的 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的三小时糖奶 依然没有过 不过我还挺淡定的 还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的三小时糖奶的结果 还挺有意思的 我的空腹和第一个小时的数据 其实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但是我的一道 好像在第二和第三小时的时候 它就罢工了 导致这个数值已经降不下来 然后最后就妥妥的 就确诊 人生糖尿病 简称叫什么GDM 到今天我已经扎了有七天的手指了 我觉得数据控制的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那些确诊 认糖的孕麻 其实不用太焦虑 我觉得未免是一件坏事 它可以其实帮助我们更好的 控制孕晚期的饮食健康 然后也可以防止孕晚期 自己的体重飙升 我自己是挺淡定的 而且我觉得扎手指也并不疼 麻烦的就是每天四次 然后你就得计时 得定点吃饭 就现在我的每餐都变得非常有仪式感 不过还是希望所有的孕麻都可以顺利的通过糖卖 毕竟怀孕是一个非常辛苦 非常折磨的过程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顺利又开心的运气 可以让我开心 会看你们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